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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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裔皇上帝是水泰基街 在道教裡面講 是以宇宙作為整個中心 拜拜 來打庭宗盛的爸 打庭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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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那個 玉皇上帝就只有天子可以拜 就是皇帝可以拜 是皇帝要叫天子 在浩瀚的蒼穹中 是否真藏有未知的神秘力量 我們無從得知 但在世界的上古文明明裡 不管是中國還是印度 甚至是古埃及文化 或是兩河流域中 都有著先人敬天為地的禮基 所以換句話來說 天不但是神明常駐的軍所 更是各界宗教相當敬重的對象 而且當與我面臨無助 絕望的時候 也都會想請老天爺幫忙 但是對於生活中 最常請求的天公國 老天爺 你真的知道他是誰嗎 大家好我是劉嘉誠 今天要來帶大家認識的是 道教神明當中的老大 玉皇上帝 玉皇上帝的全民 是浩天精確 無上至尊自然妙有 弥羅至真玉皇上帝 而人們為了表示與他的親近 會稱作天公或老天爺 他是道教神系當中 地位最高的神明之一 等同於是神明界的皇帝 天庭的領導者 而玉皇上帝的聖誕清秋之日 是在農曆的正月初九 因為華人相信天地之智數 始於一而急於九 而這天就成為了 玉皇上帝的聖誕之日 所以在華人重視的春節假期裡 玉皇上帝的聖誕之日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華人有句俗語說 上天有好生之德 所以在這一天 家家戶戶都會準備 數十的供品 來祈禱和祝賀 而在道教祭拜的禮儀當中 民眾拜拜 會先到廟宇外面的天公爐 面向著天公祭拜 這個動作代表了 實現跟神明的領導者 玉皇上帝致敬 也彰顯了華人自古以來 重視的天 地 君 親 師 五種倫理觀念 對早期原始生命而言 大自然的災害會帶來無比的禍患 所以為了解決這些禍患 他們開始祭拜以大自然為主的一些神靈 那也就是所謂的泛靈信仰 就是認為什麼東西都有神 可是這些神靈本身的角色有些是衝突 像譬如說水神跟火神是水火不容 或者是有一些它的目的不同 有些是為了降災 有些是為了庇佑 所以呢 這些原始生命認為 在這些不同性質神明的背後 應該有一個更高的主宰 而這個主宰一定是高高在上 所以他們就以最高的天作為宗教的起源 那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 之所以天為宗教的起源 其實是源於對大自然力量的恐懼 有別於天主或阿拉的信仰 在我們華人的民間社會中 這一位大家耳熟能詳的聽功輩 或是老天爺 其實指的就是禦皇上帝 也就是天界的大家長 但也因為天的身分何己崇高 在中國古代的祭天儀式中 都是以天子自稱的皇帝 所主持 一般的小老百姓可不像現在 可以隨意地擺上香案 或是到廟裡上香祈福的 不過在時代的推演下 這個看似抽象 卻又對他極其敬重的與皇上第一 究竟又是如何走入民間 甚至成為你我信仰寄託的重要神奇呢 關於這個部分啊 我們民俗界的老朋友 謝宗榮老師肯定可以回答你 我們現在知道的禦皇上帝 其實是古代的浩天 就是浩天就是我們講說 黃天厚土的黃天 那禦皇早期是沒有形象的 是到宋代被赤風之後才有形象 那現在台灣民間很多還是用那個牌位來供奉 比如說像我們台南的首廟天壇 它就是供奉牌位 一直到宋代之後才有出現這種 帶免冠穿免服 就是天平冠 上面有珠柳的免冠跟免服 這種造型的那個 與皇上帝的神像出來 這種形象在清代以前 在民間幾乎沒有出現了 因為在清代以前 那個民間是不能拜天的 因為皇帝是天子 那是皇帝的專利 所以到後來 就是到那個民國之後 因為地質已經瓦解 所以民間才有慢慢有 雕這個一皇大帝形象 這種具體神像來拜 都是一樣模仿以前的古代帝王 那個最盛重的那個巢服 那個免服跟免冠這種造型來調的 我們玉皇上帝 都來隔壁就是三貫 三貫大帝 對 三貫 我們以前常常說的三貫公 是這三貫 三貫就是天貫 地貫 水貫 水貫 這就是一般說的天貫 就是代表四負 所以它的價名 就是上緣一品 四負天貫 四負的大帝 再來我們這個是中緣劍 是我們地貫 地貫 它的正式的官名 是中緣二品 它是聖墜 地貫 清虛大帝 再來就是下緣水貫 水貫 它是農曆十月十五日生日 那麼我們一般稱為它為下緣商品 它是解惡水貫 動員大帝 以前在民間這三貫就是我們重要的 一般我們古代的人 在大廳裡面都會弄一個三貫公路 這三貫 因為三貫也代表天 地 水 這就是三貫對我們很重要 這張神仙細埔裡面 滿天的神佛 是不是讓你感到很複雜 又又不沙沙呢 不過其實你把它想看看 這個仙街當中 是不是好比政府機關 因為叫方上帝就不像總統一樣 政務繁忙 那三貫大帝就是各個部會 以及首長 做會來替玉帝處理國殊 婚友改良 也因為玉帝的神佳實在是太貫 又再加上它日禮萬職 相當的忙 所以克思說我們如果是有冠夢 想要直達天廳 要來拜託它的時候 要是要安裝這麼好咧 所以有張力 楊兄弟 不是像我這樣說 特殊的大人 他只是一家來保佑 我們所有的這些證明 所以是合詹詞講的 對… 就是我這樣笑名 這樣做就好 真的耶 但是不是剛才我們這樣 有的說黑面天公 就是說有這樣的個性嗎 應該不是 楊兄弟他本來這一個 他的信眾 他的信託 他的信託 和他的 就是這個大人就是這個黑面 喔 所以也不是被煙燻成黑色的 也不是 因為有些廟宇的那個神尊 是因為香火太鼎盛了 久了之後呢 就變成是黑色的這樣 非常黑的 但這個是原原本本就是黑色的 對 但是1797年 我們吳公 就是我們的吳明德先生 他三人去 他把廟宇最大的圈 他就是無名的 喔 所以那時候是怎麼樣的一個機緣 會這樣請來我們這個大理 這個吳明德 在1796年吳 吳沙公來的 從草林古道過來的時候 他過來之後 吳沙是張捕人士嘛 所以他的 我們的吳明德先生 他也是張捕 他就吻 就吻這吳沙的一個大名 所以他也追隨到吳沙來 他跟他的這個 我們的兄弟來請來請 喔 因為總算是 我剛才聽你說 一開始有三尊喔 對對對 他們是三個兄弟的 就把這個張捕家 就把三尊提供請過來 喔 那是哪裡三尊 對 我們這裡都有很多尊 你就看看 讓你們說 哪裡三尊是 對我們的吳明德先生 第一 西岩1797年吳沙公來 對 就看看 好 其實這很明顯耶 對不對 對啊 看那個帽子就知道了 對啊 就是我們 用這尊 用旁跟好旁 對不對 對 這個也算四來語 都是用最多 不過我們當初 在吳明德先生 他吹過來的時候 他有帶騎 這是在台灣地府 聽說 一王上帝的信仰裡面 特別不一樣 所以你一看的應該是 哪三尊應該很清楚 你說 你說有騎東西這樣子喔 對 有騎聖獸這樣 對 這樣講起來的話 就是這三尊嗎 對對對 對 真的是這三尊嗎 對 這個我們一般 一王上帝 我們也是都叫這 鐵公啦 嗯 所以我們這裡的鐵公 大鐵公一鐵公 三鐵公 所以我們大鐵公 各位看 我們大鐵公 大鐵公一鐵公 他就騎吉林 吉林 吉林 我們是吉林公 他騎第一 騎第一 騎第一 我們是三鐵公 他騎切斎 切斎 切斎 所以這三尊 他這兩隊 很早的三尊 對 想不到有漁風上帝了 吉林還有其他的兄弟 而且為什麼叫漁風上帝 才會有大鐵公 因為一般的玉鐵公 不是都是良意嗎 關於這個問題 真的是讓人越想越好奇 不過就算說 我們想要找出問題的答案 也是問不出一個結果 所以實在沒辦法 替觀眾 來了解他們百年來的身世 不過 看見到風上帝大騎 全部都是極上骨頂尾的性質 就知道說 要有本書 才有辦法駕馭這些神獸 因為漁風上帝有很崇高的地位 所以說 如果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你想要看到玉鐵出門 那是真的這樣看 尤其這地方 為了七天的翻台巡遊 不但現場是相當的老實 也感受到人民 對天公信用的重視 因為天公 是我們相當尊敬的身名 所以為了要感謝他跟眾人 對我們的照顧 都會準備很多款的金座 來答應 不過燒這個金座 也是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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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有很多的學問在裡面 所以金座到底會怎麼燒 才會對身名失禮 讓身名感到開心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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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放這些 是 哪有這麼多金座 這個叫做我們這個 差不多 我們在現代 拜求鳳台前 我們現在所燒的就是 叫做五色金 五色金 對 一般就是 這樣叫做三色 這樣叫做素色 素色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就是 最相關的 這個 拜求鳳台前 所用的 上面的金座 大金座 大金座 所以這是 我們提供的 對 是 所以它的展示真的比較不一樣 對 康達恩光這樣子 對 而且它的金座 也不然一般 就比較大 真的 你看看比高級的就知道 差那麼多 對 分量就差很多了 是 如果是這張 這張 叫做大肉太金 大肉太金 一般這個 這個形建 這個 新名 所有用的金座 對 你看這面上就是 厚肉燒 還是說材 是 對不對 理事長 這金座分量那麼多 順序是怎麼秀 順序 就是由我們 這個叫 弘大天尊 所有的頂級金 考特恩公 由大頂級 開始燒起 是 是 我們一種的尊重 由大而小 所以說 由大天尊 是我們中心的主宰 所以我們先 再來呢 再來就是 我們燒 我們這個 這個 大肉燒 大肉燒金 一般的神節 所以來頂級 因為 由大天尊 舊位的時候 也有一般的水長 的身家舊位 我們也要 先天公 再來天庭的眾神明 對 再來就是這個 再來就是 由我們的 這個 收金 我們同樣的 我們修 修了一般 我們的 中心 以及 我們的 掛金 也是我們一般的神經 所來頂級的財布 是 再來就是修這個 福金 好的福金 所以我們福的正神 以及 幽露 將軍 可以來頂級 是 所以有沒有 這樣 這五種 這五種 集合在一起 就是五色金 對 熟新的五色金 是 我們的齊全 所有神明都收到 是 沒錯 對 一整個 都 有 一整個 都 有 有 一 有 一 二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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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